大家好 我是天外 我现在是在新疆巴昭的河径县这边 现在在巴音布鲁克大草原上面 去拍了一下牧民转场 今天就下山了 到南江去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面这里刚刚是一个大货车失灵了 这个下坡可能失控了 正好碰到他们转场的羊群固马路 没杀住车就一粒乌烟的下来 年死了好多羊啊 好恐怖啊 应该是排不少钱了 一只羊一千 在那里我看他至少年死了20只羊左右吧 前面就是巴伦台镇了 从这出来 往这边出这个山口就到南江去了 把车停在河边这里 加点水 过了这个巴伦台镇了 山体开始荒凉了 上面就寸草不深了 这里出去几公里就到南江盆地去了 不过天空还没有那种灰蒙蒙的感觉 现在去看一下皇庙 就在这个出山口这个地方 应该是南江这边最大的一个藏传国教寺院 大概是因为在这个山里面的原因 他几十年前变成了一个没有用的建筑 这些现在能够看到的建筑 大部分都是为了复兴他们这些民族信仰 宗教信仰曾修建的了 这里面还蛮幽静的 这些树叶开始有一点点黄了 还是早了一点点 想拍那种黄叶还是拍不着 哇还蛮远的啊 身都在山口里面 我又转进来那么一两公里到了 转进来四五公里还不到 黄庙是土耳护特部蒙古族的喇嘛总庙 也是新疆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 南宋末年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铁骑 踏上了青藏高原 收遍了四分五裂的藏族各部 藏族人以柔克刚短短几十年 就用一颗佛心征服了蒙古草原 如今蒙古铁骑已经浓缩成了史书上的几行文字 而佛祖的智慧依然在蒙古草原上闪耀光芒 新疆是东西文化的教会地带 信仰藏传佛教的蒙古族西径 信仰伊斯兰教的哈萨克族东迁 不同宗教信仰的民族 在北疆牧场相遇共存 成了新疆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巴伦台皇庙始建于光细年间 建筑风格汉藏结合 汉室的仙山顶 藏室的鞭马墙 走进皇庙参连古树 演映着白塔金帆 古树依旧在庙宇几轮回 据说皇庙最鼎盛时佛殿有15座之多 而今天我们能看到的35座佛殿 都是千禧年前后附建的建筑 皇庙是新疆佛教信徒的精神家园 每逢寺院几办法会 信仰就会从四面八方 汇集到这个身高绝果中听法起伏 寺院的规模也在逐渐扩大 这个皇庙就逛完了 现在继续往伯湖县走 合进县就基本上不停留了 直接往伯湖那边去 去买个囊然后再去库尔勒看一下 巴昭的古物馆 我可能会去一下走下卢物坡 再从卢物坡再绕到北疆里面去 哇 这次新疆之前绕得远了 可能绕有差不多2万公里 这次新疆世人物坡都可以帮助 帮助 最后一旦 那边 最后一旦 我的 开门 宇宙 好